好的 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 管瑶 你好 你好 刘芳 那南海近来又起波澜 有万美发布照片 呈越南最新护卫舰近日使进南海的赤瓜椒 并与中方护卫舰对峙 甚至有国际通讯社炒作中越海上争端又起 那管瑶 您对此怎么来评论呢 是的 刘芳 那么英国路透社它的相关电稿 完全是不靠谱的炒作 是在夸大其词 那么昨天路透社电稿的标题是 China Vietnam Clash Again Over South China Sea Claims 中越就南海主权声索又再起争端了 那么这所谓争端再起的说法 当然是因为这所谓的护卫舰对峙而起的 那么我注意到也是在昨天 中美三艘军舰开始在亚丁湾海域 进行首次海上相遇的演练 那么依据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来规范各自的动作 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路透社还在对这所谓的海上对峙事件来放大炒作 当然不能不让人怀疑它的真实的动机 我想它恐怕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唯恐南海不乱 那么另一个背景是 事实上一度曾经全面紧绷的中越关系 已经明显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而且中越两军的关系也已经在最近开始恢复重启了 所以我现在也怀疑那么对这事件的定性到底是用对峙还是用遭遇来形容 我想这里边恐怕是大有讲究的 那么对峙当然是刻意为之 但是遭遇恐怕就带有某种偶然性 那我注意到现在中越官方也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和说法 那么反倒是现在一些个外媒在频频拿所谓对峙在说事 那么既然中越关系尤其是中越两军关系已经出现缓和 那为什么越南要让最先进的护卫舰驶向中国的敏感海域 它的动机是什么 那么这和越南外交部昨天就所谓南海仲裁问题表态有没有联系呢 那这确实是很敏锐的观察 那我们也都知道菲律宾它作为南海主权深锁国之一 那么单方面就将这个所谓的海权争议提到国际仲裁法庭 要上演一出国际仲裁的闹剧 但是菲律宾方面的诉求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当然无助于南海争端的解决 那么本月15号就是相关各方向仲裁庭表达仲裁立场 提交辩护材料的最后的期限 那么针对这一出的闹剧 中国的立场和态度非常明确 那么外交部7号公布的南海问题立场文件 再次系统的全方位的 阐述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和依据 那么中方不接受不参与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国际仲裁 那么国际仲裁庭对此也是没有管辖权的 所以协商跟谈判才是解决争端的正途 那么中国不会因为此事来改变自己的既定的立场跟政策 那么对于菲律宾的单方面的诉讼 中国反对第三方掺和这种态度也是非常明确坚决的 那么对此越南方面也不是不清楚 但是就在昨天越南外交部正式向仲裁庭表述所谓越南主张 那么声称越方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拥有所谓主权 反对中国的南海断续线主张 那么越南的这种单方面的动作 当然是由浑水摸鱼嫌疑的 那么它非常不利于中越关系 正在走向缓和的这样的一种大局 也不利于中越南海争议的解决 那么越南最新军舰它死亡吃瓜交海域 当然就是要为越南外交部这个所谓表态来助威 来壮胆壮声势 那么近来越南媒体也在大肆炒作 从俄罗斯构进的基洛级潜艇第三艘将要正式交付的这个消息 实际上也是这种考虑 那此外呢 作为国际仲裁告洋状的始作俑者菲律宾又摆出了强硬姿态 非外交部昨天明确表态 不会同中方就南海争端重启双边谈判 那非方这种表态又有什么居心呢 那菲律宾的居心啊 现在当然已经是路人皆知了 那么它呢就是要告洋状 它呢要以为靠这个不作数的国际仲裁 那么就是菲律宾的救命稻草 但是呢菲律宾其实啊 它也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那么对告洋状的结局啊 甚至呢现在美国媒体都已经预料到了 那么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昨天啊就刊发法学教授朱利安谷的文章来分析 说菲律宾迫使中国承认南海仲裁的这个努力呢 是注定会失败的 这只能会令中非呢两国来敌对 甚至呢会适得其反 让南海争端呢更加难以得到永久性的解决 那么至于菲律宾它为什么要一意孤行 明知败局注定 它也要坚持告洋状呢 这啊实际上呢就牵涉到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 无理取闹以小七大的这样的一贯的战略 那么菲律宾的战略是什么呢 它就是要让南海问题来多边化 国际化 它呢要从外部来搬援兵 那么这从过去菲律宾在一些个东盟会议场合的表现 我们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呢菲律宾它一意孤行去告洋状 并不是啊它真的相信国际法能够解决问题 它呢就是要以此来搬国际援兵 尤其是呢要进一步来绑定美国 那么对美国的能力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幻想着美国来帮它出头 但是呢大家也都看到现在奥巴马已经成了跛脚压总统 那么奥巴马脑子里盘算的是怎么样在中东对付伊斯兰国 怎么样在欧洲对抗普京咄咄逼人的这样的一种进攻的态势 它哪还有精力哪还有余力来顾得上所谓亚洲的这些个小兄弟呢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解决南海问题还是要基于中国的双轨思路对吗 是那我之前呢在节目中也曾经分析 那么总理李克强前不久在东盟系列峰会上提出了这个所谓两双 也就是呢在解决南海问题上的这个双轨思路 在发展中国和东盟关系的上的这种双轮驱动 这将为中国和东盟关系呢迎来新的钻石十年呢 奠定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那么以双轨思路来解决南海问题呢 也就是说要有关争议是由直接的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来寻求和平解决 而南海的和平和稳定呢则是由中国和东盟国家来共同维护 那么这双轨思路的具体的成果呢 李克强实际上也做出了明确的表述 他表示啊中国同意积极开展磋商 那么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早日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那么最终的愿景当然就是这一带一路的国家 中国国家战略的一个全面的推进 那么针对此前菲律宾的担心呢 中国驻菲律宾的使馆已经明确表述 说海上丝绸之路啊不会绕开菲律宾 可见呢中国也并不拒绝菲律宾来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 那么中国释放的信号呢 是非常明确的双边谈判 才是解决南海争端的一个恰当的选择 是非常明确的